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太想要 连续扑接好几部电视剧之后 吴景言现在的发展特别尴尬 从当前欢愉影视的发展势头来看 白露绝对是强力被捧住一位女演员 也是欢愉影视的一姐 按目前的资源来说 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白露 有人说吴景言没有进组 是因为要回家过年 也有人说被鱼妈给买了 其实演员是不存在回家过年的 因为毕竟有很多人在过年的时间 也是在剧组度过的 演戏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 至于被鱼妈买了 也是不太现实的 毕竟娱乐圈这样一个现实的地方 谁行就谁上北 也不能怪余症 每一次过年的时候 欢愉影视都会携全体一人祝大家平安喜乐 这一次的演员排位也是非常有意思 白露已经成为了公司妥妥一姐 而吴景言真的成为过去世了吗 女演员排位呈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趋势 感觉很现实 也感觉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 吴景言现在还年轻 也不至于成为过去世 但就是没有很好的出圈作品 所以地位有被威胁到 到底还是曾经爆红过的一位女演员 即便资源跟不上 但现在也是在第二名的位置 近随吴景言之后是杨蓉 杨蓉也是欢愉影视的一位老戏骨存在了 虽然她做黄金配角的时候比较多 但是杨蓉也为公司卖命好多年 大姐地位肯定是要体现一下的 两位小花势如破竹 张南是于正丽捧的一位新人小花 白露已经是被捧出来了 不管是强捧还是怎么捧 她现在已经是一个人可以独挡一面了 于正基本上也不用再怎么管 接下来 于正将会全身心捧另外的一位小花张南 还给了她一部非常好的电视剧 请了60多位明星阵容给她作配 这真是力捧待遇 正好遇见你是于正主推的一部剧 用镜头拼接文化圣景 以降心遇见千年传承之旅 光是特别主演和友情主演就足足有50位 秦兰 佟丽娅 吴景言 景天 李一桐 薛佳宁 王燕等都在其中 还请来了沈月 这阵容简直绝了 张南的脸有辨识度 但感觉不太好火 不知于正这次是否选对了人 赵琴也是于正立剑的一位小花 之前跟徐凯传出了恋爱的绯闻 于正一点都不避讳 还趁机推荐了她 说这位演员演技好 颜值也高 虽然现在赵琴的牌位还比较靠后 但是保不定会成为公司以后力捧的一位女演员 前有白鹿已经成为一姐 后面又有这么多小花 看来吴景言的压力不是一般大 虽然演技被吐槽 但是没有好剧本才是走下坡路的关键 吴景言可以尝试一下别的题材 哪怕不是主角 也比那些都市悬浮剧要来得好得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